你能够主动的虚心学习 栽培自己 你能够主动虚心学习 用心体会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 你就会自动自动 要调整改变 物性要提高 一般人往往是不愿意虚心学习 一次一次的措施掉学习的机会 或是在听课的时候一样掉了铃铛 没有用心 听课 听课 听 听 听 那是别人啊 怎么样啊 我不会那样啊 你这些可以帮助你生命进化成长提升的课程 如果你现在不重视 你又忽悦 随随便跟听 没有真正入心 没有去从中体会到 我怎样从别人的成功失败里面 学到珍贵的经验 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学习的话 你就会变成后面 你要有很多很多的痛苦 作者失败 来这样做 你如果没有从别人的成功失败的经验里面 去警惕去学到智慧 去改变自己 如果你这方面你没有用心去学的话 你现在听 觉得这个没什么啊 那是别人啊 我不会啊 我不会怎么样啊 我好得很啊 我自我感觉不好啊 又看不惯别人 瞧不起别人 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因为自己最好 自己最优秀 看不惯别人 如果你继续这样 再继续催你自己 真的 你的人生之路 你就一直活在所谓的梦幻的世界 终有一天你的梦幻会破碎 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等着折磨你 那现在你是要是要以等以后很多的痛苦来折磨 还是现在要自动自拔的学习 要愿意学习 愿意改变自己 这个就是这样 一个是主动的学习 主动的改变 一个是被动的学习 然后后边 被动的 被各种境界折磨折磨 好了 跟大家做一些点意 所以希望 如果还没有重视学习的重要 还没有重视这些课题的 我希望最好你尽快调整 不然的话 你一直在损耗自己的福报 自己都不知道 浪费自己的生命 自己不知道 在自我催眠 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 赶快就学习过 觉醒过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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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